錶沒問題,再來就圖 那圖的話呢,基本上也許我們就把它放在第二 然後呢,把它放在10欄 然後也許20列好了 這個範圍很大,反正看你要怎麼放 那做法一樣嘛 我前面講過啦,反正你畫圖部分 我不建議,就是建議你 坐標跟寬大小 就是事後自己再把它補上 所以你錄製的時候其實不用管 你那個圖在哪裡,還有寬跟高 這個先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把那個圖產生 然後把標題修改 然後看圖力要不要把它刪掉 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到那個VBA裡面來改 這樣就OK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錄製 首先的話呢,一樣就是 我們在游標放在這個樞紐分析表上面 記得我剛剛做的就是 把那個錄製過程當中 後面的註解啦 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加,程式一樣跑啦 可是你之後回頭看 你一定會看不懂你在錄什麼東西 當然我是簡單的註解啦 你如果每個地方你想要再註解一下OK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 剛剛不是講到那個 重新命名的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在旁邊注意解一下 還有就是 坐標的指向 至少有三種吧 它原來的 R3C1有沒有一種 然後呢 Range A4一種 然後中瓜虎A3也是一種 OK 至於哪一種比較好啦 你可以自己自行斟酌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是再錄製一個叫 樞紐表 這個叫樞紐表 那下一個的話就樞紐圖 我希望畫一個圖在這邊 畫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不彩排了 直接開始錄製好了 所以在前面做蠻多的 錄製劇 然後我就再增加一個叫樞紐 樞紐圖 OK 然後一樣喔 再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再來的話一樣 其實你這個地方 游標放哪裡不影響 因為它將來會有個sets source data 自動會指到那個範圍 所以你游標放哪裡不影響 那主要是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圖找到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把這個title變更 然後這個lecture也變更 不過其實我們前面好像寫過 這個如果你不變更 你自己再把它修改也可以的 那你說老師 那我不想這麻煩 我直接改回也可以啦 那這個名稱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用 用電前十名這個縣式好了 OK 所以呢我一樣把這個地方改名稱 然後呢 再來就是常用裡面的話 像字我習慣把它變成紅的 所以字把它改紅的 然後出體字 那大小的話也許把它改成20吧 OK 那這個圖例的話 當然我目前是直接點它deliz 不過你會發現路字的話 好像這個地方有時候run OK 有時候run不OK 所以看 那我是建議自己把它修改 會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至於它的位置跟大小 我們不管它 之後再來修改就可以 好那錄製完成之後把它停止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找到樞紐圖 剛剛那個名稱編輯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樞紐圖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啊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開頭的 這兩行啦 其實這兩行大概就足夠了 其他好像就是 插花性質的 比如像底下這個都是 做什麼呢 做那個標題名稱 不過你會發現標題名稱 哇就這麼多行耶 不過其實這兩行好像是多的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貼上嘛 結果它會把它錄進去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把它delete掉 這個應該是多餘的 那主要關鍵是這個 這個就是add chart 不過呢 之前有同學問 常有同學問啊 如果你的 也是有版本是 2010的話 就不會有add chart2了 那差別在哪裡 其實差別就是好像 他後面的參數少一個 其他都一樣 所以喔 你說add chart2到底有什麼 就差一個參數啦 其他都一樣 反正你也照做 所以呢 我們後面就是要增加坐標 所以坐標的話 怎麼加呢 一樣嘛 就是在這個地方 跟他講說 逗點 當然我前面有講過就是 如果你忘記喔 你可以再把游標 放在add chart2上面 按F1 他上面呢 也會告訴你說 你的參數應該怎麼加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個就是前面 是那個 呃 資料圖的樣式 然後再來就是left top 就是坐標嘛 然後寬跟高 那這個的話 跟add chart好像一樣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是 旧版沒差啦 你add chart你按F1 一樣會挑這個東西出來 那剩下來的話就是我們自己在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啦 所以這個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也許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稍微再 再改一下 那比如說我想要放在d2的話 那你就是 後刮一下 先left 他的坐標一定是左邊那條線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top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拿range d2 我習慣把它複製過了 複製之後的話 然後再點top 點top的話就是 它上面那條線 所以呢 我就剛好放在哪裡呢 放在d2的 左上角的那個位置 OK 然後再逗點 寬度的話呢 也許我就是 讓它是跟那個d2這個儲存格 的寬度 點with 然後呢 我要10個欄 所以成長10 再逗點 再來就高 高的話 一樣是range d2 它的點height 所以點下去啦 你大概用 清單裡面找找看 我覺得比較安全 不用特別去背啦 你只要大概記一下開頭就可以了 然後點height 那幾列高呢 20列好了 OK 好 那理論上應該都OK 坐標lefttop 寬跟高 OK 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讓它亂亂看好了 那其他 看有沒有需要 這個啦 delete 這個的話 lection 我們剛剛是選 那個圖 lection 有沒有 圖例嘛 選了之後把它delete這掉 那我建議 可以改一下 改什麼 改那個 這個 這個 點lection 還記得吧 就是 一樣是 ActiveTrack 點 它有一個叫hase haseLection 有沒有 等於forse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剛剛是選了delete的話 它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圖例剛好 它沒有在上面顯示的話 可是你卻要選一定是選不到 選不到也沒辦法delete 所以那個一定會有bug 那這個的話是意思說把圖裡關掉 就有點像開關 關掉 不管你現在是關還是開啦 反正你關我關還是關 OK 所以這個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其他 至於就是說那個標題字 要不要把它精簡 這個你們自己在斟酌 那我 剛剛查了一下 其實我們在之前上課的那個沒有台北市其實這邊就有了應該我記得在17的地方 那我有講過了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屬性 叫Title 然後 前面用Wiz 然後你就Wiz 底下的話就點Tex 給它字 給它 顏色 給它Size 給它出體 這樣感覺好像 會更精簡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讓它變得更漂亮一點 你可以參考這邊的應該是第17頁的地方 有沒有然後 把那個 稍微改一下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取消圖力 上面這邊的話實際上 拿拿這個 新增 這個應該直條圖啦 還是先 這個把它改一下 直條 有沒有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那再來最後其實還有哪一些地方可以變動 這裡啦 Range後面這邊有沒有 用鏈前實名限制 如果 我們資料跟圖是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 工作表名稱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這個可以 除掉 那如果在VBA裡面的錢的符號其實也可以拿掉 所以其實 這樣看 如果你假設 像我的習慣 我會希望說程式 不要 有一些 有的沒的 拉拉扎的東西的話 那我的習慣會 把它去掉 這樣看起來就很清楚 我的sauce 他會是在哪裡 他會是在 我的那個 A3 A3就這裡 到B14 就在這 就是這個樞紐分析表的範圍 其實啦 當然如果你要更精簡 其實連那個sauce 等於這個都可以拿掉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 參數者名稱而已 那如果這個名稱只有 固定就這一個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delete掉 沒有關係 OK 有些地方是可以啦 那有些地方還是不能 隨便刪 這個地方確定是沒有問題 好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run一下 所以 最後精簡的結果 delete掉 然後把它跑跑看 這個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第2位置 沒錯 寬度是不是10個 也沒錯 是不是20列 也沒錯 20列 到這裡 對沒錯 因為上面 空一列 然後所以到底下 然後圖例的話 一定也不見了 沒錯 然後 這個座標 這個這個這個 標題字也沒錯 有錯 這個直接call 算 這個吧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call 那邊過來的 所以 這邊再把它改一下 OK 那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如果假設我們已經有 這個樞紐表 樞紐圖OK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把兩個 湊在一起 最後按個按鈕就OK了 把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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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